厦门远华走私案主要嫌疑犯赖昌兴被遣返回国后 中共究竟如何处理这个案件 一直成为外界所关注的 13号 中共海关总署透露 对赖昌兴案件以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来进行调查 舆论认为 这暗示赖昌兴可以免于死刑 关注远华案的分析人士指出 这是中共高层各派为摆脱目前的执政困境而进行的妥协 赖昌兴由加拿大被引渡回中国已将近三个月了 13号 在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记者会上 海关总署副署长鲁培军透露 赖昌兴案件目前侦查工作进展顺利 海关集司部门对赖昌兴以涉嫌走私犯罪事实展开全面的侦查 香港明报报道指出 从鲁培军的表述显示 中共对赖昌兴案件的基调 一是由海关查办 是案件单纯化 不会向政治方面发展 另外 赖昌兴的罪名是走私犯罪 免除了判死的可能性 可以兑现向加拿大方面的承诺 至于之前引人注目的行贿及贪腐情节 将不会重点查处 远华案黑幕的作者盛雪女士 一直关注赖昌兴案件的发展 她认为 中共的政治体制的性质 决定她处理的方式肯定是政治挂帅 在这个前提之下 她们可以根据她们的政治需要 而给这个案子进行定性和审理 而最后给出一个她们认为适当的一个结果 现在她希望让这个案子实际上是以大话小 以小话了 就是想 这个案子要草草审结 主要是要把赖昌兴拿到他们手上 控制在他们手里 赖昌兴涉及的远华集团走私案 被指从1996年至99年间 在厦门走私石油 汽车 香烟等货物进口 货物总值和税额合计共830亿元人民币 被形容为1949年来第一经济大案 当时有300名涉案者被追究 其中被判处死刑的有14人 无期徒刑12人 刑期不等者多达58人 而作为主犯的赖昌兴 按照目前中共的定调 所涉及的走私普通货物罪 原本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但今年2月的刑法修正案 以取消这个罪行的死刑最高刑罚 也就是说 赖昌兴最多会被判终身监济 大陆前中国民营杂志记者 专栏作家刘一鸣表示 中国是一党专制社会 是人制不是法制 如果说中国有法制的话 那很多贪官都该死 贪污100万的绝对够死刑 为什么没有死呢 贪污一个亿的都没有死 这说明什么问题 中国就是人制 老百姓没有违法犯罪 他都可以给你治罪 但是这个贪官 他有罪可能没罪 或者就是说 本来够死刑 他可能只给你判几年 尽管在远华案中 公安部副部长李济周等一大批高官落马 但是对于传闻中被牵涉的江系人马 如贾庆林等高官 当局却一直没有真正触及到 这个执政困境 是这个整个统治核心 统治集团共同面对的东西 而在过去的这个12年间呢 中共的这个权力核心 已经对中国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 进行了切割和划分 所以他们在这当中呢 虽然是有较量 有斗争 但同时呢 更重要的是 他们有默契 有彼此的妥协 实际上 整个中国社会的 这个被统治阶层 老百姓阶层 才是他们整体利益的 这个最大的敌人 刘一鸣认为 在中国 行不上政治局是潜规则 也更不可能上到政治局常委 所以赖昌新回国的政治意义 已经不再重要 新唐人记者 长春 李静 肖宇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